一口气下退雷劫的无敌老祖,你有见过吗? 老祖,难道这里是雷尺? 没错,你们师姐已经在这里淬炼体魄,你们接下来日子也在这里淬炼好了。 此时,天空之中的乌云变得浓烈了,一道道耀眼的雷电慢慢出现。 这,这是天命境的雷劫吗?没想到,我九尾灵猫终于也要达到天命境。 大黑猫身为九尾灵猫,没长出一条尾巴,不仅神通会大大增加,而且还会多出一条命来。 这多出的一条命,天道一致自然不会甘心,让他如此顺利得到。 前本,恭喜那位道友即将突破到天命境。 不用管他,都到天命境了,就让他尝尝雷劫的滋味。 可恶,不愧是天命境的雷劫,这才第五国雷劫,我就没力气抵御了。 难道,我今日就只能止步于此了吗? 小小雷劫给我对对。 感谢老大出手相助。 这小猫伤势其重啊,罢了罢了,让我再帮你一把吧。 什么,这是什么雷电?竟然散发着恐怖的雷劫气息。 这一道金色的雷电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威力,比起那天节来,似乎品质还要更高。 什么,我竟然直接达到了天命境二层。 老大,我爱死你了。 好了,好了,赶紧去稳固境界。 好的,老大。 这一道金色的雷电,是从转生雷池中取出来的一缕,这转生雷池品级极高,已经超越了神级,所以哪怕这一缕转生雷电,所蕴含的强大神秘能量,也足以超过天节。 用这一缕转生雷电,刚好可以弥补刚刚帮小猫驱赶雷节,而缺失的脆体。 老大,能不能给我也来一道这雷电啊? 你这个小马,凑什么热闹? 简直就是全神电疗啊,谢谢老大。 这黄金闪电可是个好东西,大哥,不如我们也跟这位妖族前辈商量一下,从此跟着这前辈混好了,这不太好吧,咱们三个也不够格样。 你看看如今的九尾灵王,已经天命进二层了,修为都比我高一个境界。 找到了吗? 没有,莫非那一对少年男女去的雷池? 应该不会,雷池乃是鸡雷山三圣的地盘,就是寻常的妖族,也绝不可能占人,更别说是两个人族的修饰。 继续找,就是把整个鸡雷山脉翻个底朝廷,也要找到那一对杀害我们,三大宗门天交弟子的凶手。 还没有找到,我们走,见雷池。 神风王朝三大宗门,求见鸡雷山三圣。 你们三个,我想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。 前辈,满辈一定办得好好看看。 接近,二第三弟,我们的逃命状来了。 你们三大宗门来了这么多人,搞什么飞机啊? 这是把我们鸡雷山三圣不放在眼里吗? 大哥,我看他们就是旺仔牛逼堂吃多了,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 三位妖圣,我们三大宗门的天交弟子,在鸡雷山脉死了足足有四十多名, 这笔仇不能无报,而凶手一直在积累山外中。 我们必须得找出来,否则我们三大宗门绝不罢休。 你们三大宗门胆子不小,竟敢威胁本宗。 好你个雷龙,竟然敢杀我三大宗门的人。 老子早就看你们三大宗门不顺眼了, 今天正好心脏就战一起做。 好啊啊啊啊啊啊。